首先的话装轮子 轮子的话它是有两种 有两个是带有刹车的 就是这种 然后还有两个是不带刹车的 是这种 这种带刹车的需要装到前面 不带刹车的装到后面 然后看一下 把它拧到这个支架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拧进去 然后拧到后面的时候 用螺丝刀把它拧紧固定 四个都是这样子 装好了之后 我们安装螺丝 一次我们是配的有螺丝的 就是说用这个十字螺丝刀去装 装了之后把这个 对好了 对好这六个孔 保证这个有刹车的 是在前面的 然后再把这个螺临上去 然后把这六颗上完 另外一边也是相同的操作 把它装好就可以了 我们仪器收到以后 我们先安装这款仪器的那个挂架 把仪器掉过来 第一步先安装这个挂架 挂架的话 我们把前面的三颗螺丝取下来 然后把这个支架放手柄这个方向朝上 然后对好这三个孔 对好了以后 先把这个中间的头螺丝给它扭进去 先固定 然后用十字螺丝刀把模式扭紧 模式扭紧了以后 我们再安装手柄 然后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先装这个手柄 把这个手柄挂好 然后安装这个手柄的时候 注意 它是有个凹槽 安装的时候 孔兑好了以后 把仪器扶的 给它垂直插进去 插到位就可以了 这个手柄不能扭 它是用插把式方法去安装的 取的时候也是捏住这两边 然后垂直拔出来 住两手柄 等离子手柄 对好这个凹槽 超声波手柄 射屏手柄 电动微镇手柄 3D离子头 冰岛头 喷枪的一个气管 接在这里 喷枪玻璃瓶安装 这个玻璃瓶直接扭上去 然后这个弯管接在喷枪的侧面 喷枪气管的另一头 接在喷枪的这个尾部 然后下一步 我们安装这个 学阳笔的支架 学阳笔支架 我们安装在这个仪器的侧面 把这个螺丝取下来 把这个螺丝取下来 从下方上这个螺丝 把它留紧 把这个架子 这个孔给它上上去 然后螺丝从上面给它装 学阳笔挂在这个上面 安装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我们安装的时候 这个孔是垂直插进去的 插到位就行 然后我们再拔 需要替换这个管子 拔这个管子的时候 把你们灰色的这一圈 给它往里面按 往里面按 然后再这样去拔管子 这个灯掉到这里 我们安装的时候 把这个打上去 然后这个瓶口朝外 对好仪器上的这个螺丝孔 然后把这个螺丝给它装进去 这个长的螺丝给它固定好 孔位固定好以后 就用这个螺丝的给它留紧 这个螺丝留紧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配件给它转过来 这个瓶口这边朝外 然后给它 给它压到位 把这个螺丝挡住 然后我们先安装这个灯罩 我们安装灯罩的时候 一定要一只手 搏在这个灯罩的里面 把灯罩给它装好 然后另外一只手 去给它对好这个孔 把这个灯罩往里面装 再把那个 再把这个灯罩的这个线 给它插在这个位置 注意一定要对好这个凹槽 然后这个呢 就是调节灯罩高度 固定它的高度的 我们用这个内六角螺丝刀 把这个 把这个位置 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给它 扭松 可以去卡它的那个高度 卡到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给它留紧 防止灯罩下滑 现在卡好以后 这个灯罩就可以这样 360度 先去操作 去给它调整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这款仪器的界面功能讲解 开机以后 界面是有中英文选择的 然后点击进入了以后 这是一个所有探头功能的 一个选择界面 需要哪一个功能 就进入哪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直接点击选择就行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吸笔 那我们进入这个吸笔的操作界面 这个界面显示这个是时间 我们一般默认是30分钟 可以调节 然后这是启动键 然后我们手柄上呢 也是有一个启动键的 使用非常方便 那这个吸笔的话 我们还配了八个 不同型号的那个吸头 有软头跟硬头 然后分大号跟小号 硬头是针对就是正常肌肤 然后脚子身比较厚的一些肌肤的 这个软头就是针对 敏感性肌肤操作的 大号的头子是做面部 小号的头子做鼻部 做小部位的 我们根据就实际操作 去选择去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吸头垂直给它 按进去按到位就可以用了 然后我们这个吸笔的 这个吸力调节在仪器的侧面 这是我们的吸力调节阀 这是这一个条 一共是三个调节阀 我们这边这个是调节水量的 往这边往左边就是调大 往右边就是调小 第二个是调节吸力大小的 我们这个是反方向往右边是调大 然后往左边是调小 调小以后吸力就会变弱 这边这个是我们切换溶液瓶的 仪器的侧面有一个小门 这里面有两个瓶子 A瓶跟B瓶 我们是哪个瓶子有水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切换瓶子就可以了 第二个功能喷枪 纳米喷枪的话是用来补水美白嫩敷的 这个手柄的话装清澈的爽浮水 这个瓶子我们这个玻璃瓶装清澈爽浮水 然后扭这个盖子的时候 要一只手拿这个盖子去扭 喷枪 这个喷枪的尾部是调节出血量大小的 扭松就是调大 扭紧就是调小 这有喷枪的操作 这是启动键 第三个 3D尼子导入 3D尼子导入的这个界面 时间调节 这个是能量强度模式调节 能量强度 这是模式 三个模式就是能量 间站性输出的 A是持续模式 B和C就是间站性能量输出 这是启动键 这个能量的话 它是一个微电流 刺刺麻麻的这种作用 这个是做小部位的 这个是做大部位的 我们就是根据实情况去配合 那个眼部的产品去操作就可以了 操声波 面部导入 面部导入探头 是一般是用来做精华导入的 做全年的一个导入 可以配合一些补水精华来做 然后这个模式也是 常用是A模式 B和C就是能量间站性输出的一个状态 然后手底上可以直接启动 水扬笔 水扬笔的话是需要配合生理盐水的 可以在网上购买那个生理盐水瓶装的 然后把这一头插在生理盐水瓶子上 然后这一头就是直接用来喷脸上的 这个是出水的一个调节法 往这边是调小 往这边就是调大 这是水扬笔去豆消炎的 助养 助养笔 它是喷气体的助养的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加速一个精华的吸收 可以在配合面膜的时候 然后贴着皮肤走加速一个清华的一个吸收 同时给皮肤注养 注入氧气 这个模式的话 它就是一个气体输出 A是就是气体除去输出的B和C 还有D就是间断性输出的 NTS微动移 这个做一般是用来做中胚层管理 这个我们微镜头 可以装不同的一个型号针头 可以装就是辣米晶片 它是无创的 也可以装有针的 10针12针的一个针头 就是针对一些皮肤问题 比如说豆坑豆硬啊 可以用有针的 只是做浅层的一些 比如说换项目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微镜来导入 配合一些精华 那我们这个手柄的话 它这里是有刻度调节的 最低是0.25 最高是2.0 这是刻度调节 然后我们这个手柄上有一个启动键 长按启动 启动了以后 它亮红灯 然后它还有三个模式 我们现在亮红灯模式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 它的这个 速度就会 减慢 它一共就是三个模式 然后我们不用了以后 就长按关机 等泥子 等泥子这个手柄的话 它是带一个臭痒的 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是可以不用任何产品 直接贴着皮肤 这样慢慢移动就可以了 针对就是有豆豆的位置 豆豆肌 延正性肌肤 然后可以所动去做这些部位 然后我们在 这个功能的话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除满 然后抑制满虫 然后就是去豆消炎 消毒 多层功效的一个 这个手柄 可以做很多项目 五级射频面部提升 那这个面部提升的话 它是一个RF发热的 主要就是通过这五个金属这个点 然后那个来达到一个景致提升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一个温热感 然后这个能量的话 是可以在这里调节它的强度的 模式的话 它都是A是能量时期输出的 B和C就是间断性输出 手柄可以直接启动 那这个头子 我们就是可以做全年的提升 然后促进胶原蛋白再生 然后就是做抗衰这些项目 这个是冷热导 进入这个界面 冷热导 我们先从仪器上启动 启动了以后呢 我们按第一个 第一个是 制热 制热模式 这个地方是可以同时 调节它的那个 制热的一个强度的 这是暂停启动键 然后第二个是冰锤 它是制冷的 可以直接调节它的制冷强度 一共五个挡 然后调好启动 它就是蓝光 它会慢慢制冷 这个是制冷 制冷的话可以用来做 术后的一个镇静修复 退红 然后缩缩毛孔 都可以用这个冰锤来操作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功能是 PDT 这个光疗 灯罩 这个灯罩的话 是我们可以 调它的一个高度的 然后这个灯罩 这个柱子也是可以调节它的高度的 做头皮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可以调到最高 然后只是做面部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调低一点 根据就是 顾客的那个位置去调整 红光 黄光 紫光 青光 分别是这四种颜色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 呃光疗的话 它是对皮肤啊 还是头皮 它都是有多重的一个功效的 可以就是说消炎 杀菌 去痘 然后呃 还有一个美白抗衰的多重功效的 光疗 它是可以作用于任何术后的一个修复项目 术后修尾的一些项目的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可以配合那个片状的面膜 也可以配合一些补水的产品去操作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仪器界面它是可以调节光能量的强度的 一共是十个档 配合面膜的话 配合产品操作可以把这个强度调最高 只是单 单独照灯的话可以调到中档 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这个M1是 两种光的一个交替闪烁 红光跟紫光 交替闪烁的 M2是红光跟清光交替闪烁的 我们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 瑞加茲冷光综合仪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在操作之前的话 首先是做清洁 做清洁的时候 我们要先敷黑头导书液 黑头导书液给它滴在化妆棉片上打湿 然后天天有黑头的位置都可以叠 然后再配合这个热喷 大概喷到半到十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客户操作清洁 手柄上有那个开关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敏感肌肤可以用这种硅胶软头 比较温和不刺激 然后我们操作面部清洁可以用大号的漆头 然后操作小部位鼻子的话 就可以选择小号的漆头 现在一边热喷可以一边先慢慢做清洁 先做脸上脸部的清洁 然后我们稀腻的大小的话 在操作之前可以先试试 这个稀腻强度 操作的时候问一下顾客这个稀腻强度合不合适 会不会痛 好 稀腻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继续正常操作了 然后操作的时候可以拿一张这个纸巾 就是给它拿着 可以垫在下面 防止清洁的时候水会流到脖子下面去 然后我们在清洁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稀头我们先点状式的 这个稀头先点状式的这样给它走几遍 然后把这个溶液使这个溶液可以充正融化 软化这个饺子 使皮 软化煮皮饺子的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皮拉式的这个手法去清洁 这样 皮拉式手法清洁 这样马上皮都走 我们注意敏感肌肤的话不要反复这样吸 我们就是吸个一遍就够了 一个位置清洁一遍就可以了 清洁鼻子的话 因为鼻子上的这个黑头比较顽固 可以像这样清洁的时候 这样慢慢这样旋转的慢慢这样走 我们给书客做完清洁以后 就用那个扫敷水给它补水 扫敷水的话用那个修复的清洁的扫敷水 然后装在这个玻璃皮里面 然后就像这样子给它喷 喷的时候可以远近一下稍微远一点 然后用手给它遮挡一下 因为那个气压比较大 所以它屋上会有点不舒服 所以给它移铺 稍微这样遮挡一下 可以 然后可以同时给它用手 然后按摩促进吸收 然后也可以近距离 着重喷皮肤比较干的一把 这样近距离 然后一边用手这样去按摩促进吸收 然后我们现在用超声波碳头 给它做面部导入 我们把这个精华递在皮肤上 然后用这个头来导入 就先启动 启动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打圈的方式 去给它做导入 这样贴合皮肤打圈的形式去倒 然后也可以用提拉的方法去倒 如果产品吸收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再滴滴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操作这个3D离子碳头 这个头是做面部 然后这个做眼周小部位 这两个碳头可以根据就是部位的来选择 使用哪个面 然后这个是腹肌棒 腹肌棒需要让顾客手握着 它是正式的 它是有一个微电功能的 然后我们能量的话 建议从最低开始 因为这个是有微电功能 我们在操作之前要先跟顾客讲一下 这个头是有微电 它是操作的时候 一个状态是刺刺麻麻的一个感觉 先跟客户讲一下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产品 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配合眼部的一些抗摔的产品 抗皱的一些 或者是去黑眼圈的这些产品都可以 然后我们精华弄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的这个圆的3D头 去给它把精华推开 精华推开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问一下顾客 这个能量强度是否合适 这个能量合适 我们就直接操作 接着操作就可以了 那如果客户能量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一个档 一个数字这样再往上增加 然后我们现在产品推开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号的头 去给它做眼周这样 以打圈的形式这样去做 这个微电功能的话 它是可以加速眼部的一个代谢循环 可以达到一个淡化黑眼圈 眼带这些作用 我们就在眼周这样打圈 轻轻的这样贴着皮肤这样做 我们大概一个部位操作个10分钟 然后我们再换另外一边操作就可以了 我们操作这个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操作眼周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微电功能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 顾客眼周的话 有的它会有一个眼角 这里会有一个就是会出动 这里有了可以看到 这像这些都是一个正常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等离子驱痘的这个探头 这个桃子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去痘消炎杀菌出满的 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是可以从最低的能量 用1的这个档位去给客户操作 然后做的时候它会有一股臭臭的那种味道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可以针对有痘痘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稍微贴着皮肤这样慢慢去移动 操作的时候它皮肤会有一点感觉刺刺的那种感觉 然后会有一股散发出一股臭痒的味道 我们可以针对有痘痘的地方 去给它国众去操作 然后我们这个是射频头 五级射频 那我们用这个头子主要是用来做提拉紧致的 我们可以先把产品涂抹好 全脸涂抹好 可以配合凝胶或者是说乳液这些都是可以的 产品涂抹好以后我们就点手臂上的启动 能量的话建议从最低开始 因为这个是发热的 它那个热的那个发热的强度 要根据补课的那个感觉去调 从最低开始 然后上脸这样给客户先做一下 问一下这个能量强度是否合适 能量可以吗 可以 能量可以 我们就直接操作 接着操作就可以了 操作手法的话 是由这个下面 然后往上这样去提 就是提的时候那个力度 就是感觉把这个提布再往上推的这样走 这个力度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慢慢走 我们全脸大概操作10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额头可以以打圈的这种形式来操作 或者是走这种Z字形这样来操作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一个是做中K层管理的 这个是电动微针笔 我们这个电动电动微针笔的话 是敏感肌肤或者是说 呃就是炎正性肌肤 像这些可以用微筋 蜡筋这样的无创的这种头子来操作 我们这个头子装的时候是给它 呃给它卷转进去的 这个是裸口的 微筋头 我们旋转扭到位 扭到位了以后呢 这个出阵的这个刻度 它最 最低是0.25 最高是2.0 然后我们这个根据顾客的一个皮肤状来去调解 敏感肌肤可以调浅一点 然后我们手柄上的这一个是一个启动键 长按 启动 启动以后这个微筋就会 呃就会跳动 然后这个按键的话 它是有三个档位的 我们现在按一下 现在是换你一个档位 这里变成紫色的就是换你一个档位 然后再按一下 它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蓝色 然后它又是一个档位 再按一下 它这个档档位的一个就是一个速度不同 每个档位的速度不同 红色是最快的 然后绿色是最慢的 然后我们这些都调节好了以后 就可以给皮肤操作了 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中配层的产品 然后去去做 产品呢我们把它涂在脸上 给它逼在脸上 然后 然后涂抹均匀 做中配层项目的话 皮肤上就是做之前 一定要给它用生理盐水擦干净 然后可以用点符再消 就是在 消毒再做一遍 然后 做完了以后再用这个来操作 我们操作的时候 注意哈这个微针 呃我们不能就是 操作的时候 不能这样速度太快 幅度不要太大 我们这样操作的时候 这样贴着皮肤这样 然后然后去 慢慢移动 这样打小圈的方式去做 打小圈 这样小范围挨着挨着走 然后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顾客的肤质啊 比如说它是颜正性肌肤 那我们就配合中配层修复的产品 它如果是皮肤比较暗沉 或者是有色斑的 我们就可以配合亮白提亮的 曲斑的产品 如果是皮肤毛孔比较粗大的 又不痘坑痘硬的 那么我们配合的产品 也就根据这个功效去选择 就可以了 搭配这个仪器去做 全脸走完 可以操作一到两遍 我们这个电动微针全脸操作完了以后 我们就把手柄这个长按 关掉 然后把脸上产品给它 就是按摩吸收完 然后可以给顾客 敷一张医用的冷肤贴 同时配合光疗去修复 静静舒缓 然后我们这一个是水扬笔 水扬笔 是配合生理盐水的 生理盐水我们买那种挂瓶的那种 如果把另外一根管子插在生理盐水上 然后这一头 这个是在你上喷的 然后这有一个调节出入大小的这个阀 我们往往下调它出入会变小 往上调出入会变大 好 我们一般可以就是调到中短位置去做 因为水太大喷污会很大 打开了以后 我们就对着皮肤有痘痘的地方这样去吹 然后我们这个是冷热导 冷导是用来做术后的一些正经 收缩毛孔舒缓的 然后适用于就是比如说做完水光针项目以后 激光项目以后 还有炎症敏感肌肤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冰锤来做术后正经修复 这是冰锤的功效 那我们就是一般就是用来做一个收尾的一个动作 我们把这个冰锤调到南光智能模式 然后给客户可以配合毛孔收缩液给它操作 或者是说修复的产品 然后我们以就是盖章式的手法去操作 这样贴着然后贴几秒 然后再移开 再操作下一个部位 盖章式手法这样 操作 也可以针对毛孔比较粗大的位置 给它所动去操作 多做一会儿一些 热导 冷热导这个发热的功能它是亮红灯的状态 它主要就是一个热热的感觉 可以用来做我们 就是项目之前的用来打开毛孔放松皮肤 然后也可以就是提到一个淡化细纹紧的一个功效 这是热导的一个作用 然后热导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然后可以用提拉的方向 提拉的方向去做 由下往上这样去提拉 然后也可以用打圈的方式去操作 射屏操作头可以配合凌胶 然后我们全脸操作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用助养探头操作 我们配合这个助养头操作的时候 可以敷一张面膜 也可以把精华涂在脸上 然后用这个头去贴着皮肤这样走 我们在贴着皮肤走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气体的 我们稍微把这个面膜给它摁住这样 这样摁着走 它可以促进精华吸收 然后我们这个助养全脸走一遍 一到两遍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照灯 我们现在给客户做灯照 舒服镇静 然后我们做灯照的时候要 把拿一个眼镜把眼镜遮挡一下 然后光比较长的话 还可以拿紫巾垫在下面再垫一层 然后我们就是眼镜戴好 灯照调好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根据顾客的一个皮肤 去选择这个不同颜色的光鸟 我们大概照个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光强度的话可以调 面膜的话我们光强度可以调高一点 这样光源的那个穿透效果会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